南投日月潭孔雀园一直是鱼池香知名的景點 已经有48年历史的孔雀园 里头有128只美丽的鸟琴供游客欣赏 但由于原方要将鸟琴另命新居 当地少族居民感到非常的不舍 议员陈昭玉表示 他能理解少族人对于土地的情感 所以希望政府在开发孔雀园BOT案的同时 能遵照相关规定办理 议员也表示 光是南投县发展的重要指标 但期望在发展观光的同时 能考量绿地保留 与观光兼具的方向来实行 当地的原住民族请这个意见 他们希望的这些表达的所谓的诉求 能够没有办法去做 双方能够达到一个公式 还有包括跟当地这些居民 还有业者的意见 对于议员及少族居民的宝贵预见 县府强调 居民及地方人士不同的声音 县府会全面考量 除了饭店开发用地 也将保留部分绿地空间 积极营造生态 真正做到政府 民间及地方都能创造三营的局面 民意新闻洪信平 于此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